献给七零后,人过五十就要学好好爱自己,别活太累。 身为七零后人将过五十,半辈子已经过去,余生该学会好好爱自己了。 在这个年龄就不要争第一攀比金钱了,不要再跟人比这比那,比来比去只会比去不满,让自己心有不快何苦呢? 我们年轻的时候只顾奋斗,却把自己身体搞垮了,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,自己身体已经被透支完了,再也经不起折腾。 余生经不起浪费,你应该学会好好爱自己,保养好自己的身体,不要再忙于金钱,因为健康决定你的幸福。 每年定期体检,开始学会照顾好自己,余生才能安享的生活,不至于万年凄凉。 心想太多疲惫,事太在乎会累,越是轻松的人越心宽,别太担心你的子女,儿生自由而生服,他们都已经成年,就让他们去床吧。 人的一生谁都免不了遗憾,但总是揪着遗憾不放,却无疑给本就艰难的人生带上沉重的枷锁。 余生不长,放下的一刻,是断开烦扰的开始,是舍得后的拥有,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的一场自我修行。 古人常说舍得舍得,有舍才有得,学会放下才能有所追求,懂得放下才能走得更远。 什么都不愿意放下的人才会失去最珍贵的东西,只有学会清空放下才能腾出角落,空出时间,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幸福。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争吵,难得糊涂,淡然是之不再戳脱,也不再妄谈。 以平常应对平淡,平心看待平凡,想干什么就去做,让自己开心快乐。 千万不要勉强,不要折磨自己,做自己想做的事,走自己想走的路,这样才会活得潇洒自由,快乐生活。 生命短暂,时光匆匆过区区几十年的光阴,上天给我们的时间太短,所以一定要学会好好爱自己,也更要学会珍惜时间。 余生请活得贵一点,不要将就自己那颗未曾享受的心。 都说人生苦短,一生不过三万个日夜,都说余生太快,一个人还没年轻就老了。 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,我们却经常觉得不快乐,我们兵荒马乱的走过了人生的上半场, 如今人到中年,也要开始计划如何走好人生的下半场。 人到五十,时间已经过了大半,自己可以拥有的时间不多,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。 需要好好珍惜这个时候,这个时候更要多花在自己身上,要珍惜眼前的一切,珍惜现在的生活。 好的生活不一定是物质和观,只要身体健康,儿生满堂,笑口残开,那就是幸福的生活,就是需要我们应该好好享受的生活。 余生很贵,要活得轻松,闲看花开花落,要管好自己的身体健康, 抚养自己,有个好身体,有个好心情,全家都有福气。 心若幸福生活,便会幸福,心若健康,身心都会健康。 分析吧,余生病不长,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